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继中国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名字 从中国国防部网站上的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名单当中 被移除之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7号公告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决定接受中国前外长秦刚 辞去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跟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 秦刚的代表资格终止 而这一项表述似乎也间接地驳斥了 早前网上关于秦刚已经死亡的传闻 中国公安逐一清查反共网红的粉丝 几乎所有中文时政内的X平台跟YouTube账号 近日来都经历了大量掉粉 中国对网络审查跟监控达到了空前的严厉程度 许多部落客跟社交媒体用户 因为在网络上面发表批评性的言论 或者是分享人权的相关讯息 遭到当局的逮捕跟判刑 即便是一张白纸也会被中共给禁止 而近日一名中国女子举着一块写着 我没什么想说看板挂大街开直播 直播间竟然遭到封禁 引发广泛的议论 综合媒体报道 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名女子 在2月23号于市中心举牌 牌子上写着 我没什么想说的引发关注 不过她的直播间很快就遭到了封禁 吕易华侨作家李颖 26号透过了X平台 分享数张直播截图 这一名女子一次对中国现况无声的抗议 23号举着一个惊喜上 我没什么想说的白色看板走上街头 由友人来掌进直播 在市中心的大街小巷穿梭展示看板 全程没有说什么批评言论 但是直播画面没有多久之后就遭到了封禁 直播平台即发通知表示 当事人的直播曾在违反平台规则的行为 对此网民纷纷留言回应 虽然你没什么想说的 但是他们知道你想说什么 确实你要是说了就是坐牢 精神病院二选一了 在只允许歌颂的时代 无话可说也是罪 你没什么想说的 表示你对政权不满 不然你应该努力赞美 这是共产世界的逻辑 中国渔船翻船案之后 中方表示将在京下水域常态化执法 25号先是福建海警编队在金门海运巡查 隔天再由海警船进入到金门禁限制水域 德国之声报导 台湾海委会主委管碧林27号表示 26号有一艘中国海舰船 四艘中国海警船进入到金门的禁止跟限制水域 但是时间不长 并且台湾海巡已经透过了广播要求其离开 管碧林引述媒体分析指出 中国此举是一种宣誓主权的形式 显示中国想要把钓鱼台模式带到金门跟厦门海域 今年2月14号 金门海域发生了中国渔船翻船案 随后中国海警局表示将会加强海上的执法 在金门跟厦门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 25号中方进一步的公布福建海警舰艇编队 在金门海域巡查的画面 有台湾专家认为 这一系列的举动是中国想要复制钓鱼台模式 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严廷22号 曾经在政论节目上面提到说 中方频繁地派出海警船在钓鱼台附近来巡查执法 借此来宣示主权 根据日本政府的统计 2023年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台列宇林街区的次数 总计有352天 创下了新高 打破2022年336天的记录 针对中国海警25号的行动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26号 引述中国南海研究院 世界海军研究中心主任陈湘淼的说法 表示中国海警将更坚决地行驶管辖权 不仅海上执法常态化 也将更常交由海警的直属部门 而非地方海警来管理 直属部门的执法力量更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海洋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杨肖则指出 有多艘大顿位的执法船 都参与到25号的任务当中 而这几艘船过去在钓鱼岛附近的海域 长期开展维权行动 经验非常的丰富 执法非常的专业 杨肖还主张 中国海警接下来可能不止在金门 而是将进一步地在台湾海峡之法 而台湾海巡的存在空间将会因此受到压缩 包括投资者 消费者跟房主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进行调整 来适应中国经济 从之前几十年的高增长 转入到缓慢增长的趋势 也就是所谓的新常态 华尔街日报报道 多数数据显示 中国有超过20%的年轻人目前找不到工作 这些年轻人渐渐地减少非必要的开支 并且更多地通过二手或者是闲置物品平台来购物 外国投资者也在撤离中国 中国公布的2023年年度外国直接投资金额 为19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虽然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未能反弹 并且持续地低迷 让专家跟外行人都感到了震惊 但其实中国经济早就已经开始了漫长的放缓过程 事实上 十年前新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 首次使用新常态一词 他指的就是中国经济增速预料将会放缓 但是习近平认为 中国将重新构建一种更健康的模式 他详细地谈到了即将发生的变化 以及中国需要如何地做好准备 这些评论被官方媒体广泛地传播 表明这显然是领导层 希望尽可能地触达广泛受众的资讯 习近平说 虽然经济可能会降温 但是中国的就业质量跟工业发展会更好 他说必须要增强信心 根据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 适应新常态 保持冷静的头脑 不过华尔街日报认为 习近平的预判既有对的地方 也有完全错误的地方 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是要放缓 中国经济从2009年开始逐渐放缓 这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但是不是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 得益于人民币4万亿的刺激政策 中国经济从当时的动荡当中 有力地反弹 但是随后开始了长达10年的逐步下滑 经济的减速发生得很慢 几乎难以察觉 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10%悄然下降 到了2019年降到了5.95% 当时新冠疫情还没有开始集中爆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本月表示 中国明年的增长率可能会降到3% 然而习近平提出的重塑经济 降低对出口跟基建项目的依赖 控制房地产市场危局 并且将重心转向国内消费的愿景 显然遭遇到了挫折 中国经济仍然是以制造业为重心 巨额刺激资金被投入到这个世界上 基础设施最过剩的国家 房地产危机一如既往的延距 不过专家们表示 在中国经济问题当中 内需疲软最为明显 格外低落的消费者信心影响了内需 而习近平却认为 10亿消费者的钱包会重振中国经济 这样的消费不足 不仅伤害了企业拖累的中国经济 还意味着中国必须继续依靠激增的债务 跟不可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 来维持经济活动 驻北京的经济学家佩蒂斯表示 无论是想要透过股市上涨还是稳定房价来提振信心 试图通过提振信心来扭转经济颓势的想法 基本上是一厢情愿 这些做法不足以恢复健康的经济增长 他主张应该要采取向家庭直接发放现金等措施 在习近平时代工资水平稳步的增长 但是消费从未在国内经济当中发挥过显著的作用 薄弱的社会保障网络变得更加的脆弱 在如今的中国 把一个孩子养到18岁的成本据说是人均GDP的6.3倍 相较之下 澳洲跟美国的抚养成本分别是人均GDP的2倍跟4倍 现在房地产市场正在下跌 大多数普通公民的财富也跟着缩水 房地产行业占了中国GDP的30% 而国内70%的家庭财富其中在房地产上 报道最后访问到一位50岁 在北京经营一家3D打印公司的李先生 当被问到中国经济目前是否处于缓慢增长的新常态时 他肯定的说是 他说自己50年的人生 足以见证经济逐步放缓的过程 但是一切都还在继续 现在更是已经到了某种临界点 一切都停滞不前 旅美中国学者邓玉文日前在美国之音的专栏文章分析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跟中共政治局 分别排名第二跟第五的常委李强跟蔡奇 形成了中共中央政治三人帮 三人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 但是部分评论驳斥斥这样的说法 这些评论认为李蔡两人都是习近平的奴才 奴才怎么有资格跟主子平起平坐 拉帮解派呢 对此邓玉文26号在美国之音发表了一篇题为 在论习李蔡中央三人帮的评论文章 内容提到习李蔡的中央政治 跟毛林江的中央政治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前者是对后者的复制 在后者当中林江跟毛的私人亲密关系 比李蔡跟习的私人关系更强 江不论林在井冈山时期就是毛的部下 作为毛的亲密战友长达几十年 虽然一个是毛夫人 一个是毛丰的副统帅 但是两人跟毛的关系 也可以用奴才跟主子来比喻 江青在被捕受损时就说 他不过是毛的一条狗 毛要他咬谁就咬谁 这虽然有一点撇清自身责任的嫌疑 却也是一个实情 他跟林同毛的关系就是如此 可是这并不妨碍周将毛林江三人 称之为中央政治 换句话说 习李蔡的中央政治 跟毛林江的中央政治 在性质上是一样的 因此李蔡为习的奴才 并不影响三人组成中央政治 或者是中央三人帮 在这一点上面 需要破除一个成就跟错误的观念 奴才没有私利 而是以主子的利益为自身最大利益 中国历史上 太监宦官还有掺夺皇帝江山的 以毛林江来说 毛林最后为什么会闹到公开决裂呢 不就是因为林在九大之后 想要做国家主席 引起了毛的警觉吗 同样江青借着毛夫人的身份 一方面充当毛的大手 另一方面也有私信跟私利 用毛的话说 想在他死后做女皇 掌控中共最高权力 文章认为 既然林江都有私利 李蔡奇会没有 李强难道不想要习近平 让他做接班人吗 蔡奇不想要再做完 这一届常委之后再做一届吗 以他的年龄 下一届七十二岁 按照党内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矩 他就要下 但是如果他表现得好 让习近平认为离不开他 也不排除继续留任做常委 或者是在党内取代李强的地位 正是这种各自的私利 在毛林江的中央政治 或者是习李蔡的中央三人帮当中 林跟江 李跟蔡 存在着强烈的竞争性 李蔡两人会不会有矛盾 也相互提防 鉴于中共高层政治的封闭 目前外界尚不得知 但是肯定会有 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的矛盾 是由他们所处地位的竞争性 所决定的 两人都受到习近平的信任跟赏识 虽然一个管经济 一个管党务 看似是井水不犯河水 然而暗中较劲 在自己负责的领域 把事情做好 压过对方 得到习近平的嘉奖 这种想法大概是会有的 因为这意味着 在习近平那儿的分量更重 政治前景更看好 政治生命也就更安全 不仅如此 两人的发展理念也会不同 在国家的大政方针跟具体政策 乃至于处理问题的方式 方法上面都会有所分歧 这种分歧 在日常治理当中也许表现不明显 但是在需要政治表态的关键时候 或者是对于关键问题的处理上 则有可能产生矛盾 甚至是酿成冲突 习近平作为两人的共主 职责是协调两人跟其他亲信的关系 让他们的竞争性 以及其所导致的矛盾 属于一种可控范围跟程度 而不升级为公开的冲突 影响两人的合作 并且最终影响到 这个三人帮的最高利益 有人说 在他们两人之间 习近平为了更好的驾驭他们 理当去制造跟强化他们的竞争关系 来使他们互相牵制 而不是弥合他们的矛盾 抽象地说 理财一定的竞争关系 有助于习近平更好的利用他们 可是如果要故意去制造 或者是强化他们的矛盾 让他们的竞争更加激烈 前提是 这两个人不是习近平的亲信 习近平觉得自己的控制力不强 不好驾驭他们 并且没有外患跟内部危机 或者是外患跟内部危机不严重 所以要拉一个打一个 然而现在情形并不是这样 理财都是习近平依赖的心腹 特别是这个政权之内 有各种危机 外面有美国跟西方打压 此时更需要两人精神合作 辅佐习近平渡过难关 岂可要他们更好表忠心 自己使用的顺手 而强化他们的竞争关系呢 文章认为习近平虽然在政治局 跟常委会上 两次表扬蔡奇领导的书记处 但是现在上午迹象表明 在两人之间他偏向蔡奇 但是也不可否认的 习近平对蔡奇确实很看重 以主管党务的政治局常委 跟书记处第一书记身份 兼任中办主任 这个安排在过去是没有的 比赵十九大的王沪宁 跟十八大的刘云山 他们都只是常委兼书记处的 第一书记 不仅如此 在席任一把手的几个党内 决策结构当中 蔡奇也是成员 比方说中共三个最重要的决策机构 中央财经委员会 中央深改委员会 跟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 蔡奇是副主任或者是委员 而王跟刘 只在深改委员会里面 可见得蔡奇受到习近平的弃重 这也大幅地提升了蔡奇 在党内决策当中的权力 大概是习近平的亲信圈子里面 除了李强之外 才有的待遇 后者在上述这三个决策机构 以及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当中 是排在习近平之后的副主任 此外 李强还是去年组建的 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主任 这种情况说明 习近平重用蔡奇 并非是为了要对冲李强 但是在其核心圈子里面 的确比习近平的其他亲信 更得到赏识 习近平为何独中李根蔡 让他们参与 胜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 分享决策大权呢 是看中两人特别忠诚 还是认为两人有特殊才能 能够辅佐他治理好党跟国家 外界不得而知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当赋予两人大权 让他们承担更大责任 时间一长 这三人之间 特别是这两个人跟习近平之间 会形成一种稳定的 板块化的利益结构 正是在此意义上 说他们三人是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 而李赛也就从这种结构关系当中 获得到了某种截制习近平的能力 即便在外界看来 两人是习近平的奴才 换句话说 当奴才跟主子共处一个利益结构 并且这个结构已经稳定化 跟板块化 主子其实是不能够随意处置奴才的 因为这势必会打破 这个利益结构的平衡态 从而危及到主子的权益 毛根零翻脸之后 他们跟江组成的中央政治结构也就被打破 毛的个人威信 无论是在党内高层 还是城市市民阶层 急剧的衰退 它促使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觉悟 为人民走出毛的个人崇拜 进而加剧文革的结束奠定的社会基础 想一想 要是没有毛林的斗争 导致林彪出逃 文革不可能在毛泽东去世之后 很快的结束 甚至于毛活的时间也会更长 文章认为从这个角度来预测未来的中国政局 让人们对于打破习理财的中央三人帮 并且由此带来高层政治的某种变局 跟中国社会的某种变化有一种期待 不管习近平政权的寿命是五年 十年或者是更长 除非蔡奇在2027年 按照七上八下规矩到点退下 导致中央三人帮自然解体 否则三人在利益结构的稳固态当中形成之后 不管是理财的政见冲突 使得习近平要偏袒他们当中的其中一人 还是两人或者是其中一人让习近平不满 使其出局 只要这样的冲突出现 就会严重损害这个利益结构 他的平衡态就不能够维持下去 理财身后各有清新队伍 他们如果被清算 两人后面的小团伙也会跟着受牵连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这个三人帮的利益结构关系 始终比较稳定 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但是只要平衡态被打破 习近平固然可以挑选其他亲信 来接替理货菜 重建中央三人帮 可是经过这个折腾 习近平跟其亲信之间的相互猜疑 必然会加重 新的中央政治很难保持一种稳定态 未来出事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剪辑你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请您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我们